我在路上 有一些風景可能當下覺得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但下山其實還是會忘記的 所以我就想說我可不可以用相機把它拍下來,記錄下來 前一陣子我們迷上拍蝴蝶 Sony A73的高速連拍就很順利地拍到它從靜止狀態到起飛的過程 最近的旅程我們去走朝聖之路 我們每天都有一個小遊戲拍遇到的所有的貓咪 那貓移動得非常快 Sony A73它的搖桿快速調整到對焦的位置 或者是使用觸控對焦的方式 然後再用精英快門加上高速連拍 拍出來的貓咪都特別可愛 特別自然 我發覺它拍人其實也很不錯的 呈現出一個很自然的狀態 當你在拍人的時候,它自動已經幫你對好焦了 Sony A73的五軸防手震 可以修正我手晃跟毛病 畫面看起來比較穩定 在比較長的旅程 我們第一個考慮的就是要輕量化 盡量使用同一顆鏡頭去處理眼前看到的畫面 24105這個鏡頭 它可以拍近拍遠 對我們來說就已經非常足夠了 有時候出門,你沒辦法帶電腦Wi-Fi傳輸這個功能 實在太穩定,而且也非常的快速 我真的覺得貼心又好用 某一段旅程,某一個故事,某一個片刻都拍下來 經過時間的累積之後,這樣就會發酵 不見得是我一定要分享給什麼人看 我就分享給未來的自己 那就是最棒 就很足夠了 立刻電腦Wi-Fi 最近最終是在手動uki 因為很尷尬 現在很多人都在摩擦